我是葉小熙 今集我們會看看如何改善音準 如果你覺得音準是可以用調音器去練出來 那就大錯特錯 有很多人說 音準想改善的話 你拉多一點scale 但我想說 萬無目的這樣去拉scale 跟你最後改善到音準是沒有關係的 你可以是這樣拉scale 是這樣拉arpeggio 但可能你都會覺得不是 那些音都不是很準 我可能拉scale是準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一拉到練習曲 或者是Suzuki的時候 又會有很多不準的音 譬如遇到有換弦 換把的時候也會不準 為什麼會這樣 以我的經驗 如果你想改善音準的話 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做 就是你要一邊拉 一邊在心裏唱 你要一邊拉 一邊在心裏唱 甚至你想唱的音 心裏的音 還要先過你拉 你拉的是第一小節 但是你心裏 你要一早已經唱了第一小節 而且你是在唱跟著的小節 這樣你才不會拉完一個音 然後再看回頭 剛才那個音是準還是不準 在練音階之前 首先問一下自己 看看能不能唱一個準的音階 當現在你要唱C major C大調的音階 一個octave 是要以唱準為目標 如果你唱出來 譬如一個C大調 你是唱成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Do Ti La So Fa Mi Re Do 那是沒有意思的 除了剛才我唱的第一個音 是真的準 真的一個C音之外 其他全部的音都是不準的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你只是讀了音出來 還有你沒有去小心去聽 很認真去聽其他的音準不準 如果你有心是唱準一個音階的話 你一定會慢很多 Do Re Mi Fa So 起碼看看可不可以自己 由C去到五度 即是去到G音 你是唱得準 Do Re Mi Fa So So Fa Mi R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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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Do Re Mi Fa So Fa Mi Re Do 我知道可能你未必一下子 可以在唱的時候 拿到那個音和音之間的距離 或者譬如你明明知道 一個音要比一個音高 但是要不你高那頭 可能譬如Do Re Mi Fa So 或者是低那頭 好像剛才我第一次示範 Do Re Mi Fa So 不夠高了 但是如果你藉助鋼琴 藉助樂器 借助調音器 又行不行 這個是一個感覺,不是在數字上告訴我,我們要多唱多少 你一定要試一下感覺 在音樂學院裏練scale最多的當然就是那些 singers 他們未必知道他們在唱的音是什麼名字 他們未必知道唱的是一個E或者F sharp 但是他們會做很多warm up 譬如鋼琴是彈一個和弦 然後他們又會 然後再高盤到 其實他們不是去練音準 其實他們在練一個音和音之間的感覺 或者譬如一個和弦的感覺 如果他們要唱的不是大調 可能是小調,可能是Cm C小調 他們就會唱 然後再高盤到 我們就可以利用那些 singers 他們的唱歌或者他們warm up的練習 讓我們知道音和音之間的距離 或者可能是三度之間的距離 一個和弦是怎樣去唱 不是逐個逐個音去找出來 是整個和弦的感覺 Dó Mi So So Mi Do Dó Mi So Do Só La Ti Do 是這樣找出來的 當你唱得準一個音階 或者是一個Arpaggio的時候 那你就做到什麼呢 你就做到我剛才說的一樣 一邊拉 心裏一邊唱 或者甚至唱 心裏的那個音是早過你所拉的 這個時候 你就算聽到一些音不準 你是立刻教得到 不會需要別人停了你 然後你才知道 對呀 剛才那個音不準 記住音準在小腿琴上面來說 在弦樂上面來說 不是時候去聽的一件事 是你拉之前已經要有 我心裏是唱的 Dó Re Mi Fa So La Ti Do 我希望今集可以有一個方法 去別人改善音準 不要說這個方法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我一直唱 音準都還是不好 在弦樂上面 問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唱準 這些Scale 一個Arpaggio的Scale 是不是真的唱準Arpaggio 你如果唱得準 是很有信心去唱的話 沒有理由你的音準 改善不了